大家好,我是荣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女性在例假期间会有诸多身体不适 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一套旌旗修复瑜伽序列 这套练习将以放松我们的身体和骨盆区域为主 帮助你消除疲劳与不适,恢复体力,并稳定情绪 至于具体的练习时间 建议大家在例假开始的前两三天内不要进行任何体式练习 给身体以完全的放松与休息 从例假开始的第三四天,你可以进行这套舒缓的瑜伽练习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例假期间请避免以下三类提示 1.倒立 2.深度后弯 3.强烈的腹部扭转以及挤压 对于那些有生理期困扰的女性朋友们 建议大家在非生理期加强体势与呼吸练习 改善身体状况,从而缓解经期不适 今天的练习我们需要到瑜伽抱枕以及瑜伽砖 如果你手头没有这些工具,你也可以采用折叠的毯子以及抱枕来作为你的辅助工具 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你的收藏留言以及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练习 我们首先以婴儿式放松开始 双脚并拢,双膝打开 将折叠好的毯子或者你的抱枕放在双腿之间 我们准备吸气延展背部 呼吸,身体慢慢地趴到我们的抱枕上 让你的腹部,胸部慢慢贴向我们的毯子或者抱枕 头部转向身体任意一侧 在这里进行放松 把你的重量全部交付到抱枕上 调整呼吸 在立架期间,在练习中让你的呼吸自然流动就好 享受这安宁的一刻 把呼吸带到我们的腹腔、骨盆区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慢慢吸气抬头 我们把头导向另一边 来舒缓一下颈部的另一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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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吸气 准备满满地推起身体 我们把抱枕先移到一边 接下来进入猫身展示 食指大大分开 双臂与肩同宽 双腿与胯同宽 好 十到十五组猫身展示 准备吸气 慢慢地摊腰抬头 向上 呼气 向上看 呼气 拱背 吸 抬头 呼呼 呼 根据我们各自的呼吸频率 缓慢 缓慢而又均匀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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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回到中立位 在这里准备左侧的宽部向外送 眼睛看向我们的左侧胯部 吸气回正呼气 右侧胯部往外侧出 眼睛用余光看向你的右胯 吸气正位呼气左边 收回呼右边 吸气收回 呼 推出 吸气收回 呼 收回 最后一组 看一下左侧 右侧 回正非常好 慢慢的伸直双腿 我们来到尸身人面试 慢慢的屈肘 俯卧到垫子上 食指大大的分开 双肘在我们肩膀的正下方 吸气抬头 双肩远离耳朵 胸腔延展 在这里保持呼吸 下半身 下半身有意识地收紧 把注意力带到你的腰背 以及放松的腹部 接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慢慢的呼气落下 双手搭桥 让你的额头落在我们的手背上方 好 慢慢准备吸气 去左吸 在我们的身体左侧提起左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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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在膝蓋下方 双脚勾脚 挺直几倍 吸气延展 呼气 双手慢慢地去握住我们的双脚 双腿自然分开 延展背部 呼气 让我们的额头慢慢落向双腿之间 不需要施加太多的外力 更多依靠重力的作用 让我们进入前区 双腿 双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吸气抬头 收回身体 我们撤出抱枕 好 接下来先伸直双腿 去左膝 用我们的左脚后跟抵住左宽的外缘 吸气延展 呼气 双手去抓出我们的右脚 挺胸 延展背部 如果在这个体式中你的膝盖或者脚腕非常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改成单脚背部伸展 去左膝抵住我们右腿大腿根部 在这个体式中的内衣 它是要不要摆住 的 这是要不要摆住 现在你会摆住 你会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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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松手收回 伸直左腿 往另一边 屈右腿 注意我们两侧的坐骨 还是跟地面有很好的接触 不要因为屈右膝身体就完全导向了左侧 你可以先推起臀部 调整一下 左脚勾脚 准备吸气 呼气双手去抓住我们的左脚 尽可能地摆正我们骨盆的位置 同样的在这一侧 如果你的腿部感觉不是非常舒适 那你也可以将右脚抵住左腿大腿根部 双手去抓住左脚 双手 San Mariano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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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没梦 老虎 好,慢慢吸气收回身体 伸直右腿 抖动放松一下 好,我们现在 屈腿 让我们的脚掌心相对 脚后跟保持 与我们大腿根部的距离 吸气,抬头 呼气 自然的拱背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如果你的柔软度比较好 并且感觉还有一些空间 也可以双臂绕过小腿的外侧 继续深入 进一步放松腹骨高 慢慢地吸气 收起身体 收拢膝盖 接下来我们进入坐脚室 双腿大大地分开 双脚勾脚 双手来到身体前侧指尖点地 吸气拉长 呼气 让半身慢慢向前落 来到任何让你感到舒适的位置 你可以继续保持直臂 或者曲肘 在这里进一步放松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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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地吸气 直臂 推起身体 右手自然在我们的右腿外侧点地 吸气左臂高举 眼睛看向天花板方向 吸气推起导向另一侧 吸气收回 接下来我们收回双腿 慢慢地仰卧到垫子上来 屈膝慢慢地躺下 好,躺下以后 让我们的脚后跟慢慢收回 靠向臀部 腰背完全与地面接触 屈肘 慢慢地让头部躺在我们的手心上来 在这里放松 感受到腹部的松弛 脚趾和柔软 中文字幕——YK 好,准备右脚踩向我们的左脚 然后让身体倒向你的左边 吸气收腿 好,左脚踩向右脚 慢慢倒向右边 好,准备右脚踩向右边 好,吸气慢慢收回 松开双手 双腿高高举起 抓住我们的大脚趾 快乐婴儿式左右摇摆 放松你的背部 好,停止下来以后 我们在这里保持十个呼吸 好,平等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慢慢地松开双手 收紧膝盖在胸前 环抱一下 活动一下你的脚腕 我们准备进入最后的放松 推起身体 再次拿起你的抱枕 我们将抱枕放在身后 拿出你的瑜伽砖或者是靠垫 放在双腿的下方 接下来当你躺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双腿可以自然地落在瑜伽砖或者你的靠垫上面 调整一下姿势 我们的腰背 以及我们的双腿 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撑 你可以完全将注意力放在放松上 我们的双腿 在沾上 我们的双腿 帮助 我们的双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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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